奶酪又要收心徒弟 马蜀当即将被抛弃 好久没和我师父奶酪一起玩了 今天特地来找他 门口怎么有个小蓝带 咕咕睡睡的 看了样子 蓝牧城也是在和我抢奶酪的 哪里吧你 你什么的家伙 在我师父家门口干嘛 没 没事 我就是路过 路过 哦 人是你个八个 又来办事的事吧 哎呀 干嘛 你怎么不听人说话呀 我说我师父 我师父正在闭关 闲人勿扰 赶快走 哎呀 你这小麻球 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就要拜奶酪为师 你管得着吗你 哦呀 我还就管得着呢 我告诉你 奶酪说的只是我一个徒弟 你还敢跟我抢奶奶 看看戏都在滚一边 别说是你了 我告诉你 我跟奶奶的关系才是 哎 人呢 麻蜀啊 为师最近确实没咋叫你 所以现在 为师传授你 奶是独门决学 啊 好意 我就是师父 肯定不会受第二个徒弟的 丑霸子滚一边去吧 啊 什么第二个徒弟 那啊 就你班刚 丢出去的霸子 来找你外师的 我让他滚了 啊 啊啊啊啊啊啊 你们师父有了 气负的啊 还以为没有人滚了 喝吧喝吧 谁能喝过你呀 我告诉你爸爸 奶奶才不会受你为徒 只要我在这一天 我就是奶酪心中最好的徒儿 人呢 回哪去了 爸爸 你给我赶到 终于找到他们了 那样子情况不对劲啊 哎呀 收徒弟的事好说好说 什么 难不成奶奶真说她被托 师傅 谁能是你背着我偷偷说图了 不管 我不同意又不同意 我不同意 哎呀 我也不行啊 反正我刚才跟奶奶都说好了 你干嘛还哭上 怎么那是你能说的 哈哈